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伟大的观星菩萨 它是大慈大悲的 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和命运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 它让我们走进了自身解脱的道路 让我们忘却烦恼 所以台长上次跟大家讲千咒万咒不如大悲咒 大悲咒它是让广大的佛子非常有受用的 因为我们经常说你把大悲咒注入心中 你就把佛的智慧注入了心中 你把所供的水供给我们的观星菩萨 所念的今时大悲咒你的水就变成了大悲水了 所以就等于有一种雨露滋润的那个感觉 让我们能够引用此甘露有不可思议的功效 所以如果你持大悲咒能够得十五种善生 可以免除十五种饿死 大家肯定想知道 我们经常念大悲咒的人 有哪十五种的善生呢 实际上你如果你常念大悲咒 你所生之处呢 常逢善王 善王呢就是你所生出来的这个国家 这个君王啊 就是非常的善良的 第二种呢是常生善国 就是你经常会生到那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国度里面 三呢是常值好时 生出来人的命啊 其实很有讲究的 因为有的人的命啊 生出来之后啊 正好生到那种饥荒啊 生到一些不好的年代呢 比方说二次大战打仗 很多的稀里糊涂的就送了命了 所以这就是你没有值好的时光 第四呢叫常逢善友 常念大悲咒的人呢 经常会逢到善良的朋友 第五呢叫生根常得俱足 就是你的内心啊 身体啊 还有你的本性啊 经常得到圆满 圆满具足 第六呢 你会经常得到道心纯熟 也就是说有的人听佛法 听了一辈子 他都不知道 这个佛法到底讲什么 就会念经 这个修心都不知道修什么 道心纯熟就是悟性 比较会开 悟性开 第七呢就是不犯境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人啊 因为你啊 经常念大悲咒啊 你就不容易犯那种戒律啊 第八呢 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就是说你常念大悲咒的话 你所有的亲戚朋友恩义和顺 大家都很讲义气啊 很讲友情啊 非常和和睦睦啊 顺顺利利啊 我们最近有小朋友家庭不顺的话 那就是大悲咒念的还不够 第九呢 是资具财食 常得丰足 资就是资粮啊 具就是工具啊 财就是财产啊 财物啊 食就是吃的东西啊 常得丰足丰 就是丰收的丰 丰满益足 第十呢 就是恒得他人恭敬 就是恒得经常恒就是永恒的 得到他人的恭敬 福皆 就是经常帮人家扶持你 帮助你 那么十一呢 就是所有财宝 无他掠夺 也就是说你自己所有的财宝啊 你因为常念大悲咒之后啊 你就不会被人家拿去的 因为你要知道财宝守是非常难的 很多人赚了钱守不住的 很快就没了 被人家骗了 被人家坑啊 坑门拐骗了 就钱就没了 所以你得到的都是暂时的 第十二呢 就是意欲所求 积息称岁 就是你意念当中 只要你所求的 积息就是所有的都能 都能称岁 就是都能得到 那么十三呢 就是龙天善神 恒常这个拥护 护持了 就是 这个大家都懂了 你常年一年大悲咒的人 龙天护法都来护持你 你说鬼会上升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嘴巴里 整天念的大悲咒的人 他没有灵性啊 他没有这种鬼可以产生的 第十四 所生之处 见佛 闻法 你看 我们上辈子念了很多大悲咒 或者我们年轻的时候 念了大悲咒 而我们现在 生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就能够闻到佛法 所以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你今天能够闻到佛的佛法 你就是自己的智慧所生 就是因果所遂愿 十五 所闻正法 悟圣圣圣意 什么意思啊 你所闻到了 所听到的正法 佛的正法 你悟开悟了 圣圣意 就是非常 你开悟了 非常圣圣的 就非常深奥的佛意 佛理 佛意 所以很多人 学佛一辈子 他只是了解的出浅 他对佛法没有 圣生 这个意义的了解 所以你不可能能够理解 不可能得到解脱的 所以学佛 要真正得到解脱的话 你必须要 对佛法 他有很深的理解 十五种饿死 就是你经常念 这个大悲咒的人 第一 你不会饥饿 困苦死掉 死的时候 有些人会饥饿 困苦死 有一个人 他家里非常有钱 台长跟他说 你最后会饿死 他说你开什么玩笑 他说我钱一辈子都用不完 几辈子都用不完 最后他是生食到癌死的 就是饿死的 什么都不能吃 古兽如财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 你有钱没钱的问题 饥饿困苦死 第二 家境 仗除死 家 就是人家过去把你 监禁啊 把你上刑罚了 家们实际上 就是枷锁了 过去像家属 仗除死 就是用这种 仗啊 他把你打死 第三 冤家对头死 就是冤家跟你打呀 打了最后 最后把你打死 第四呢 军政相杀死 就是你在 这个打仗当中 在当中被人家打死 第五呢 虎狼恶受残害死 你想想 他被动物吃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你们想一想就知道了 如果你被狼被虎 一个腿把你咬掉了 然后一个手把你咬掉了 然后再咬你的大腿 再咬你的头啊 咬你的胳膊啊 你说说 这种死法 这个简直太残忍了 所以你要多年大陪手 就不会有这种死 第六呢 毒蛇 完蟹 所终死 就是你不要被人家 就毒死了 被人家毒啊 就是 被蛇咬一口了 蟹子啊 都有毒的嘛 人家说毒蛇 这个猛兽啊 或者蟹啊 所终死 就是被他弄死 所终死 所终 终就是在当中死掉 就是不要被他们咬中 第七 水火焚飘死 就是说你在水当中 被自己淹死 在火当中 你会被烧死 这个这些东西 人家大陪手都不会 不会有这个报应的 第八呢 叫毒药 所终死 很多人呢 吃药不当心 被人家毒死 这种也有 你常见大陪手 就不会这样 第九 虫毒所害死 就是虫啊 被人家毒虫啊 一咬 死掉了 最近不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被一个 从来没看见过的一个 虫咬了一口 回去一直种 一直腐烂 一直种 一直腐烂 看了几个月都看不好 最后就是这块地方 慢慢的扩散 最后死了 第十呢 叫狂乱 思念死 实际上这个狂乱 思念死呢 就讲到了什么呢 就讲到 脑子坏掉了 所以很多人疯掉了 就是狂乱 思念死 疯掉了 一个人疯掉了 啊 意念都没了 哎呀 什么都记不住了 哎呀 疯掉了 所以很多人 发疯最后死掉 自杀了 就是这种 这个你常念 大悲者就不会 第十一呢 是山树 崖岸 坠落 就是你跑到了 山上啊 在树上啊 在悬崖边上啊 在岸边呢 啊 坠落 掉下去死掉 这种下去的时候 要叫的 很痛苦的 往下不知道 一事叫啊 就这么下去了 这个时候 你再叫 大悲者来不及了 你平时要多念的呀 第十二 恶人厌寐死 这个实际上 就是被人家弄死 被人家用各种方法 啊 嫌弃你啊 啊 用这种各种 不好的方法 把你弄死 第十三呢 是邪神恶鬼 得辩死 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 你不念大悲者的话 邪神恶鬼 啊 会把你弄死 得 得到辩死 啊 让你得到 马上就死掉 所以很多人 一碰到邪念了 恶的鬼了 哎呀 抽筋啊 然后 马上就走掉了 你念大悲者的话 他就不会来 第十四呢 是恶病缠生死 啊 很恶的病 治不好的病 缠生死 第十五呢 就是 非分自害死 啊 就是你自己啊 不当心的 把自己害死 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呢 因为他有大悲心 啊 大悲愿 我们可以凭借着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 所以我们恭敬的礼拜 观世音菩萨 经常持念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我们会得到 无量福的了 而我们会灭罪 无量业的了 所以多念大悲者了 临终还可以往生 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